救赎大公已完成 会 109首 109 109 华生 赞美赞美 基督复生 赞美基督已复生 吞灭死亡 我将全能 世人出世而入身 从不应付 才能有名 先祝复活 抵达能 赞美 基督高生 赞美基督已高生 元朝宇宙 一切首领 得作至高地尊名 灵的天地 所有权柄 灯好走地 作教的恩 哈雷路亚 独得神 哈雷路亚 义得神 哈雷路亚 基督复生 哈雷路亚 亿复生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第一节 赞美赞美 基督得神 哈雷路亚 甘恶化身 赞美赞美 先人尊尊尊的路上 从我应付 尘能有名 伸出复活的大难 基督已高生 愿朝宇宙 各座指导的村民 领导天地 顺着全民 等候朝廷 做教的 哈利路亚 天地属得神 哈利路亚 以得神 哈利路亚 以得神 哈利路亚 天一高山 Amen 谢谢主 好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第七篇的导言背讲 今天我们可以翻开刚要复经文的五十六页 五十六页第七篇 我们翻到我们可以同来读第七篇的篇题 认识神天 好 开始我们先量量导读第一大典 我们量量导读第一大典 Amen 哦能救出的神圈 并使在家里复活的过程 是神 也是人 是创造主 也是受造者 哦 是生命的灵 哦 是神 也是人 是创造主 也是受造者 又是救赎主 救主 是生命的灵 救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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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执行他 神圣 行政 完成 快 好 Amen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大典上面的引经 读经的部分 好 第一处是行传二章三十六节 这里主要是第一大典 对第一大典 说到圣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就来讲这个立 立呢 这里可以领会是他的救赎 所以第一大典讲到 能救主的升天 乃是他进入属天的职任 对 那第二处经文 这个希伯来书二章九节 主要在讲这个 主的升天客观的一面 说到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名 是第二大典的第一终点 接下来 希伯来书四章十四 十五跟二十六节 乃是第三大典的第五终点 说到这个主升天主观的一面 他乃是做我们的大祭司 蒙请我们 照顾我们 阿们 好 再来是 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节 这个是第二大典的第二终点 也是关于他升天客观的一面 阿们 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接下来 以福所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这是第三大典的第一到第四个终点 说到他升天主观的一面 最主要的经文就是二十二节 他向着照会做万有的头 这个向着就是一个传书 这是主观的 再就是最后一处以福所书二章六节 是第四大典 说到我们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那这里呢 如果我们参考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的第三章 第三章的篇题叫做美帝的高超 美帝的高超 就把我们把这一篇的篇题呢 跟美帝有一个连结 这第三篇说到美帝的高超 美帝呢 他是加美的 他的加美在于他的宽阔 也在于他是一块高地 美帝是一块高地 所以呢 生命纪三十二章十三节就说到 耶和华使他成价地的高处 地的高处 所以这地有全地的高处 是一块高地 就预表了升天的基督 所以呢 可以补充这一处经文 生命纪三十二章十三节 六华使他成价地的高处 好 那就是引经的部分 再来呢 我们再来一同读一下第一大点 人救主的升天 乃是他经过创造 成为肉体 人性生活 并十字架与复活的过程 是神也是人 是创造主 也是受造者 又是 救主 以及赤生命的灵 进入天的职任 以执行神的行政 并完成神新约的经轮 信息的弟兄 我说到 这是鸟看的观点 鸟看的观点 关于基督的升天 那这句话呢 值得我们把它背起来 阿们 背起来 那怎么背呢 如果照英文的句子的结构呢 他第一句话应该是 人救主的升天 乃是他 救职进入属天的职任 所以第一句话 人救主的升天乃是什么 他 救职进入属天的职任 所以这是第一句话 那 他的救职经过一个过程 什么过程呢 创造 成为肉体 人性生活 并十字架与复活的过程 你可以说这是第二句话 他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他是以什么身份来救职呢 他是神 也是人 他是创造主 也是受造者 还有是救主 救赎主 救主 还有什么呢 赐生命的灵 可以说这是第三句话 那他的救职是为了什么呢 执行神的行政 并完成神 新约的经论 他们这样就把这一段话背起来了 他们第一个是什么 他的升天就是他 救职 进入他属天的职任 所以他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经过了创造 成为肉体 人性生活 定十字架与复活的过程 他是以什么身份来救职呢 他是神 也是人 是创造主 也是受造者 又是救赎主 救主 以及 是生命的灵 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执行神的行政 以完成神 信约的经论 我们就两两对讲一下 这第一个大点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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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不是有位弟兄 有位姊妹 这个 可能用背的 来看一下基督升天 这个鸟看的观点 阿们 第一个大点 阿们 阿们 人救主的升天 乃是他救职 进入这个属天的职任 阿们 所以他乃是经过这个创造 成为肉体 人性生活 十字定十字架 与复活 与复活 的过程 所以他是神 也是人 他是这个创造者 他也是这位受造者 他是这个 救主主 也是救主 也是赐生命的灵 他是为着来执行 神的行政 并且要完成 神的经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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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子妹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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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讲没关系啦 好 人救主的升天 是主进入属天的职任 然后他是经过过程 他是经过创造 地上的人性生活 钉十字架及复活的过程 他的身份是他是神也是人 他是受造者也是创造者 他是救主救赎主也是此生命的灵 阿们 今天的工作是要执行神的行程 完成行约的经论 阿们 好 那接着我们请弟兄姊妹 我们导读第二个大典 连同其中的四个终点 阿们 先看这 特观的一面 阿们 阿们 老大 美 阿们 有点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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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 小人 阿们 小人 小人 阿们 Amen Amen 好 那我们导读到大家 停在这边 我们一同读一下第二个大典 我们需要看见主的升天 特观的一面 好这里有四个终点 我就先把这四个终点走过去 特观的一面 第一面是什么 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这希伯来书二章九节 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二呢 他为着神的行政上了宝座 这是第二点 Amen 为着神的行政登上了宝座 那你多说一点就是什么 他现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第三个呢 Amen 他已经被立为 立为主 对不对 第三个终点说到 被立为主 为基督了 圣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这是第三个点 第四个呢 第四个呢 就第一句话 我们 所以一二三都在讲主 第四个讲我们 我们现今 与在复活和生天里的基督 是一 所以在客观的一面有四个点 第一个是 主已经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第二个他为着神的行政登上了宝座 他现今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并且他已经立为主 为基督了 那我们呢 我们 在复活和生天里 基督是一 Amen 好我们两两对讲一下 客观的这一面 Amen Amen 客观的咱们 我们现今 在复活和生天里的基督是一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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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ar 中文 Sign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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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对讲到这边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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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一同来读第一终点 主的生天使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小一就说到荣耀是指什么 耶稣人为有关的荣美 那尊贵呢 那尊贵呢是指与耶稣价值有关的珍贵 所以一个是跟他人为有关的荣美 一个是跟他价值有关的珍贵 那下面的引经笔前二章七节 说到他在你们信的人是宝贵的 也就是珍贵的 但在那不信的人却是什么 将人所弃的石头 将人所弃的石头 以成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所以对于不信的人呢 他的价值是什么 所弃的石头 是没有价值的 那对于我们呢 是什么 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跟他的价值有关 阿们 所以呢 荣耀是与耶稣仍为的有关的荣美 尊贵是指与耶稣价值有关的珍贵 所以第二个小题就说 基督的光景是荣耀的 他的位分是什么 尊贵的 他在一切君王和执政者之上 这是他的尊贵 所以第一个重点你也可以写 这个升天的基督的所事 跟他的所事有关 他的所事他是什么 他的光景是荣耀的 他的位分是尊贵的 这是他的所事 这位圣经基督的所事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 我们来读第二个重点 主的升天使他为着神的行政 登上了宝座 希伯来书12章2节说 基督现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刚才第一重点主要讲到他的所事 第二重点讲到他的身份和地位 对 身份和地位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引经 希伯来书12章2节 说到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下面三个小点呢 第一个小点就解释 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是什么意思 就是神在基督里坐在宝座上 阿们做什么呢 执政管理整个宇宙 这第一个小点 阿们就在解释 什么叫做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就是神在基督里坐在宝座上 那做什么呢 执政管理整个宇宙 那第二个小点就在解释 那是以什么身份来执政管理整个宇宙呢 他是独一的执政管理者 就是万王之王 也是地上君王的元首 那第三呢 就说出他的执政管理 做王的目的是什么 阿们与宇宙有关 也是为了什么 完成神新约的经约 这下面的三个小点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第一个小点下面的引经 阿们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一个小点 神在基督里坐在宝座上 让这个事实表明神是基督里面 并借着基督管理整个宇宙 阿们 所以第一个小点就解释 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嘛 就是他登了宝座 这里足了不能说 这里不是两个宝座 是一个宝座 一个宝座 所以呢 就是什么神在基督里坐在宝座上 那后面就解释了 表明什么 从 从基督里面 还有什么 借着基督 执政管理整个宇宙 就像什么 光从灯里面 并借着灯照样 所以下面三处引经 启示录22章一节 跟三节 都给我们看见 有一个宝座 神和羔羊的宝座 这个宝座在这里就是单数的 所以宝座只有一个 但是神和羔羊的宝座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他解释就是21章23节 阿们 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成的灯 就是神在基督里坐在宝座上 这个神就是什么 光 荣耀的光 然后呢 羔羊是什么 灯 所以光是在灯里面的 所以光 从灯里面 并借着灯的样 就要出来 这就是神 坐在 这个 神在基督里 坐在宝座上 执政管理整个宇宙的意思 阿们 好 那就是第一个小点 第二个小点 来解释呢 他是以什么身份来 这个执政管理整个宇宙 我们一起读第二个小点 基督 现今在宝座上 执政管理整个宇宙 他是独一的执政管理者 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是地上君王的元首 所以很清楚 他是什么 独一的 独一的执政管理者 他是万王之王 他也是什么 地上君王的元首 所以启示录一章五节 就说到他是什么 地上君王元首的 耶稣基督 十七章十四节 说到他是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十九章十六节 说到他是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阿们 那他执政管理 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第三个小点 我们一起读 他的执政管理 与宇宙有关 但他完成新约的经轮 乃是繁殖他自己 使他得着复制 以建造造会 就是他的身体 结果乃是 新耶路撒冷 下面已经是 行传五章三十一节 这里说 这一位神已将他 高举在自己的右边 做元首 这跟他什么有关 执政管理宇宙有关 所以他有权柄 主宰管制权地 为了什么 为了完成神 新约的经轮 这跟他做救主有关 使神所拣选的人 接受救恩 Amen 好 那这就是第二终点 下面三个小点 好 那我们可以两两对讲一下 第一个终点 跟第二个终点 阿们 很其中的小点 佛奖就可以了 阿们 Cristo 神晓 真的 不是 你们 错证的 恶 对 好 我先停一下 这个思路还是调整一下 特别是第二终点 第二终点呢 他是坐在神宝座的优坚 主纲 第二终点的主纲就是 他是坐在神宝座的优坚 平常我们对神坐 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你怎么领会 两位 对不对呢 所以他第一一定要解释 坐在宝座上不是两位 他乃是神在基督里 坐在宝座上 他在解这个 第一小点是在解 坐在宝座上的 不是我们一般领会 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与神是分开的 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正确的解释 就是神在基督里 坐在宝座上 阿们 就如同神是光 基督是灯 灯是在 光是在灯一样 他在解释这个 第二小点 坐在宝座上 他就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执政管理整个宇宙 第三小点 他是说 他也完成神新约的经约 注意啊 第三小点的前面 他的执政管理与宇宙有关 是在 在接续第二小点讲 听懂吗 阿们 就是他在宝座上 是做两件事 就是执政管理整个宇宙 阿们 第二 他是在完成神新约的经约 阿们 他的思路是这样 阿们 好 你帮大家再操练一下 讲第二点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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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就对讲到这里 接着我们读第三个终点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 你们定在十字架上 这位耶稣神已经主为基督了 这节的利可以领会成使其救旨之意 在基督升天 好 第三个终点 这个分点后面解释这个利 利就领会什么 救旨之意 所以在基督升天时 神使他救旨进入他属天的执事 那下面两个小点呢 第一个在解释 他被立为主 第二个小点解释 他被立为基督 立为主呢 人救主在他升天里 已经被立为主 来得着万勇 所以他现今是主 为了得着整个宇宙 神所拣选的人 以及一切正面的人事物 这是他被立为主 第二个小点 他被立为基督 是做神的受高者 来完成神的使命 来完成神的使命 阿们 这是第三个终点 阿们 那我们来读第四个终点 阿们 我们现今 与在复活和升天里的基督事一 结果 升天的权柄 我们接触我们的主食 需要认识他的所事 认识他的身份 地位和职认 所以第四个终点讲到 我们现今是 在复活和升天里的基督事一 这里引用的经文是 以弗所述二章六节 他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和能力 也有身体里的权柄 我们接触我们的主食 需要认识他是我们的所事 认识他的身份 地位和职认 阿们 好 这就是第二个大典 阿们 好 接着我们请弟兄姊妹 我们来导读第三个大典 连同其中的一到五终点 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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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阿们好我们导读到这边 那我们进入第三大典之前 也可以请弟兄姊妹分享一下 昨天弟兄在信息里面的开头 有许多个负担 对那弟兄姊妹可以就着这个 把有点这个分享 阿们 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做笔记 阿们可以分享 这个昨天弟兄 这个分享的前言 和最后一个弟兄总结 那个俄国那个弟兄 Oskar的总结 就把整个这篇信息的这个负担 跟重点抓出来 这个你有没有发现 之前所有的信息都是在平地上 小麦大麦葡萄 这个都是平地 连山谷也都会不高 但是这一篇 是把我们拔到一个高度升天 所以这篇信息是个转折点 但是你怎么领会这篇信息 你如果注意看这四个大点 除了第一大点它解释之外 其他二三四都是说我们要看见 看见 对不对 可是看见之后又如何 你那个没有把这个信息的负担抓出来 所以弟兄昨天才是用歌中之歌 那那个来讲到第三章 讲到要从这个亚马拿饼 要从报纸 是出没的动了四章八截 来讲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 它有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呼召 要呼召 我们如果只是看见 这个看见就看见 又又怎么样 我知道很多真理又如何 客观主观这个又如何 呼召 主呼召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答应这个呼召 所以昨天这个弟兄 最后那个Oscar分享 分享得非常好 那个重点就是呼召这两个字 我们要从事属灵的征战 主在这个山上 把他所看见的景象告诉我们 主呼召我们什么呢 呼召我们达到同样的地位上 来看见他所看见 Amen 所以这是呼召 主呼召的结果就是 我们要上去 站在这个属天的地位上 从事属灵的征战 Amen Amen 开头的话 弟兄就引用了这个 歌中之歌四章八节 那边说 我的心腹 求你与我一同 从利巴嫩来 与我一同从利巴嫩来 从亚马拿顶 从士尼尔与黑门顶 从有狮子的洞穴 从有豹子的山林来观看 那在这个里面 他的这个 这个纲要 就是蒙呼召 活在升天里 主的呼召 所以弟兄的负担就是我们需要 这个听见主的呼召 并且受他的训练 说我们能够活在升天里 目前从升天里来观看 那弟兄就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些的 这个八节的注解 但不会全念 重点就是我们是这个需要从升天 就是利巴嫩 从真理亚马拿的最高峰 在这个得胜的最高峰 就是士尼尔与黑门 从仇敌所在天上所在的地方 有狮子的洞穴和有豹子的山林 与他一同观看 阿们 那这个今天主 我们乃是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 由这个软的甲咒 所描绘的这个胜利 我们乃是在这个 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 来有份于这个征战 阿们 那另外弟兄也列了几处的经节 讲到这个事情 第一个是路加 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二节 还有这个十度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 然后最后还有十度行传七章五十五到六十节 关于那个那个 尸体反的这个那个所看见的 讯到所看见的阿们 阿们 阿们好 阿们 这个 弟兄一开头就说到 从1974年12月开始 李弟兄开始了这个 罗马书的生命读经 然后说 他之后他所有讲的 他说都是以此为基准 罗马书给我们看见 圣经就是一本神圣的罗曼史 阿们 这个就是在李弟兄所有生命读经里面的一个结晶的一句话 所以 比如说他在雅各的这个生命读经里面 他就是讲到 他就是呼召他的 他的Lover 他那些爱他的人 要跟从他 跟从他上到亚马拉顶 上到真理的巅峰 上到斯尼尔 就是 登战已经结束了 斯尼尔是软的甲轴 他再需要穿硬的甲轴了 他已经得善了 所以我们需要跟随族 到这个高峰 而且从要来到 刚才弟兄有提到 来到 利巴嫩 利巴嫩就是全然 升天得胜的情景里面 感谢主 我们今天作为基督的 这个追求者 我们需要活在这神圣罗曼史的里面 需要接受这样的呼召 感谢主 要进到升天里 阿们 给大家一同往前 阿们 好 那我们再来读第三个 一同读第三个大典 我们需要看见主的升天 阿们 下面有几处的影经 这里主要讲他 主升天主观的一面 对于我们 阿们 诗篇91篇一节 这里讲到 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阿们 这是主观的住 那 接下来的 这个雅歌 四章七到八节 就主要刚才弟兄们有分享的 阿们 这个 我的家偶 你全然美丽 毫无瑕疵 我的心腹 求你 所以在这边有一个呼召 与我一同 从利班嫩 与我一同从利班嫩来 从亚马拿顶 四尼有黑门顶 四子的洞穴 从有报纸的山林来观看 在这里呢 就是 这个 良人呼召这个家偶 与他一同 在升天里过生活 阿们 过生活 那 这个与他一同 在升天里过生活 带来一个结果 就是 这个六章十节 变化 阿们 所以这个家偶 就变成 变化成光体 就美丽如月亮 皎洁如日头 威武如展开 旌旗的军队 阿们 这个就是得胜者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读第一个终点 基督 在他超越一切的升天里 圆圆阴间 居留死人的地方 地堕落之人 和诸天 阿们 好 这里来讲基督升天的超越 阿们 他超越了阴间 超越了地 空中 还有诸天 所以呢 以福所一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 五十六位在这里 阿们 就说到 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 他从死人中复活 叫他在诸天界里 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以及一切受称之民的 不但是今世的 原来世的也都在内 阿们 那也说到 以福所书四章 八节 九节 说到呢 他身上了高处 并且呢 九节说到 他若非他也曾降到 他的地下之处 他身上 是什么意思 阿们 那十节 也说到 他远超诸天之上 这里都让我们看见 这个 西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 说 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所以这几节就让我们看见 基督 他超越阴间 地 空中 还有诸天 好 那我们来读第二个终点 基督 在他的圣天里 经过了诸天 所以现今不仅在天上 更是高过诸天 更超诸天 第一终点在讲 他圣天的超越 第二终点就在讲 阿们 他现今呢 他经过了诸天 他不仅在天上 更是高过诸天 他现今是 远超诸天之上 阿们 所以西伯来书四章十四节 就说 他是经过了诸天 尊大的大祭司 这讲经过了诸天 然后呢 九章二十四节 讲他的进入了天的本身 阿们 他不仅在天上 阿们 然后七章二十六节 还高过诸天 阿们 然后四章 以弗所四章十节 说他远超诸天之上 阿们 他远超诸天之上 所以他不仅超越一切 他还在远超诸天之上 阿们 好 那他在做什么呢 对 第三个终点 我们一起读 以弗所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 也启示生天的基督 向着赵会 做万有的头 向着赵会 这是 有种的传书 有一种的传书 有一种的传书 阿们 阿们 所以这是主观的 一种的传书 阿们 这个传书呢 阿们 小一就讲 阿们 这个传书是为着 阿们 使基督呢 做万有的头 所以小一讲 神赐给升天的基督 一个大恩赐 做万有的头 分点后面就讲 神使基督做头 乃是向着赵会 传书给赵会 阿们 所以他做头 乃是借着他传书 向着赵会 传书给赵会 赵会与同分享这事 阿们 然后呢 这个是借着什么呢 第二小点 就是神的能力 所以二十二到二十 到二十二节 给我们看见 神使他的能力 在基督身上运行 有四个步骤 侍从的大人 第一 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阿们 第二 叫他在诸天界里 坐在自己的右边 第三 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第四 使他向着赵会 做万有的头 阿们 所以第三个中点 在讲这个 向着赵会 做万有的头 向着赵会 就指着一种的传书 阿们 那这个传书 就传书给赵会 阿们 基督的这个能力呢 阿们 这个大能 传书给赵会 就使基督 能够做万有的头 然后 这个也是借着什么 神的能力 在基督上的运行 阿们 是赐从的能力 Amen 好 这是第三个终点 阿们 那我们一起读 第四个终点 基督在他 在他的丰满里 所以这个传书呢 就带来一个结果 阿们 就是这个 第四个终点 基督在他升天里 做了他身体赵会的头 阿们 就在他的丰满里 彰显神 阿们 就是以福所一章二十三节的 赵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在万有中 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阿们 赵会就是 阿们 那在万有中 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并且呢 三章十九节说到 阿们 赵会能够成为神 一切的丰满 阿们 下面就在解释呢 阿们 这个 我们如何能够 身体如何能够成为 这个神一切的丰满呢 因为头与身体乃是一 形成一个宇宙人 那这个不是物质的事 所以分点后面再讲 对于这些神圣的事 没有空间的因素 也没有时间的因素 因为他乃是在 神圣的生命 和神圣的灵里 在是一 阿们 身体与头 在神圣的生命 和神圣的灵里是一 所以小二就说 按着神圣的观点 我们与身体的基督 乃是一 他的身天 也就是我们的身天 在这身天里 我们在他的丰满里 彰显他 因着超越的基督 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 所以他超越的苏贡 包括了三一神的一切 丰富的分次 使我们成为基督的丰满 使他得了彰显 阿们 好 那我们可以看着 刚要两两口语话讲 会讲一二三四个终点 阿们 我们说一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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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講到這裏 所以一到四終點可以算是一組 主要講向著造會 主觀的方面向著造會做萬有的頭 向著就是個傳輸 使造會作為他的身體 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甚至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這是主觀的 在第五個終點 我們一起读一下第五個終點 基督在他的聖天里 也做了諸天 諸天里的大祭司 在神面前擔負我們 並照顧我們 做了 這是另外一個主觀的點 阿們 基督在他的聖天里做了諸天 諸天里的大祭司 在神面前擔負我們 照顧我們一切的需要 阿們 那分到後面就說 他在聖天里就職進入他祭司的職任 阿們 你可以說前面 他是在人性的這一面 後面是在神性的這一面 阿們 好那我們看一下下面的影經 這個西伯來書二章十七節到十八節 就說到他是联敏忠信的大祭司 十八節說到他幫助被 肆佑的人 阿們 幫助被肆佑的人 那西伯來書四章十四到十五節 也說到他是諸天尊大的大祭司 十五節說他是同情我們 軟弱的大祭司 所以這是分號前面所說的 他是諸天里的大祭司 在神面前擔負我們 照顧我們一切的需要 那他不只是這個擔負我們 照顧我們一切的需要 在人性這一面 在他的神性那一面呢 是分到後面說他 他升天里就職進入他祭司的職任 主要是在這個詩篇這裡說到 他是按著麥基喜德的等次 永遠為祭司 也是希伯來書五章六節說的 你是照著麥基喜德等次 永遠為祭司 所以說到他在這個 升天里就職進入他祭司的職任 是按著麥基喜德等次 就不是為著罪來獻祭 乃是將神服侍給人 阿們 將神服侍給人 阿們 好 所以下面的小 這個小點就在解釋了 一面 基督是大祭司 在諸天里為眾召會代求 另一面呢 他是大祭司 在眾召會裡面行動 照顧眾召會 阿們 然後呢 啟示錄一章十三節 描述基督為大祭司 就如他的長袍所顯示的 這長袍直垂到腳 乃是祭司袍 阿們 所以下面的影經 希伯來書七章 二十五節二十六節 阿們 說他為我們代求 大祭司為我們代求 阿們 然後呢八章三十四節 說到他為我們代求 然後 啟示錄一章十三節 說到 他是在眾召會行走的那一位 阿們 是哪一位 是怎樣的一位呢 他身穿長袍 阿們 直垂到腳 大祭司 腰肩束的晶帶 這 他胸肩束的晶帶 對 那 這個身穿長袍呢 這個袍子就是祭司袍 怎麼看呢 從其是 初愛奇記二十八章 這個三三三四三十五節 這裏看到 特別是三十五節 亚伦 布子的時候 要穿這袍子 阿們 所以能夠看見呢 他做為大祭司 在眾召會行走 為著照顧眾召會 好 小二 阿们 小二 就说出 这个另一面 我们一起读一下小二 启示录八章 启示基督是吧 这是启示录八章三节 阿们 他的祭司职认 是什么呢 就把香献在金坛上 阿们 香献在金坛上 所以经文就说 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 就是我们的祷告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的香 就是基督 阿们 赐给他 从众圣徒的祷告 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这是他的祭司职认 阿们 这是第五个终点 第五个终点 有没有两两者 看着钢要 推划 对讲一下第五个终点 两个小点 是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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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大典是从神在人里行动的这本书报出来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四个大典 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是在主的升天里 所以很清楚以夫所书二章六节说 我们 他又叫我们在基督里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所以第一个终点在解释 整个恩典实在乃是什么 主升天的时期 主升天的时期 好 第二个终点我们一起读一下 基督不仅在升天里 所以第一个终点 主是在诸天界里 那第二个终点呢 就说到他不仅在升天里 他也在我们里面 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 基督在我们里面 阿们 那这个意思呢 昨天弟兄有提到 就是升天在我们里面 阿们 升天就在我们里面 那第三个终点就讲到 基督乃是在升天里行动 所以他就是在我们里面呢 生活 居住 住留 静止 侍奉 做工并行事 我们读一下第三个终点 基督仍然在他的升天里行动 基督就是 他的升天里生活 所以下面 有几个小点 一到三就在解释 他在我们里面 乃是在他的升天里 阿们 这个升天就在我们里面嘛 阿们 这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他的升天里 这是以乎所书二章六节 并且呢 这位在我们里面的 这个升天的基督 乃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位 不平凡的人位 阿们 他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灵里 阿们 所以小三就说 今天 主今天乃是在 他的升天里 而在我们的灵里 所以提后四章二十二节上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阿们 所以这位升天的基督 乃是在我们的灵里 在我们的灵里做什么呢 阿们 第四个小点说 在我们里面行动 并且这行动要成为我们的历史 主人弟兄在这里面有多一些的琢磨 阿们 说到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的行动 是我们立志并行事 阿们 就 他有提到说移民 阿们 这移民也成了什么 阿们 我们的历史 当年也成了神的历史 行动的历史 那我们的行动呢 不是个人的 下午就说 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 而我们是这具体化身在他身天里的各部分 我们是这具体化身在他身天里的各部分 阿们 就说出这个 这行动呢 不是个人的 阿们 是他身体里的行动 阿们 所以第四个小六就说到 我们要聚集到他的名里 这讲要聚集 我们一起读 每当我们聚集到他的名里 基督就与他有他身天里的肢体同在 这就是神在人里的行动 法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 说到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阿们 好 我们也可以口语化 对讲一下第四个大点 和其中的三个 终点小点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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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队长停在这边 那第四个大点 后面这弟兄 这让弟兄有一些负担的交通 那是不是弟兄姊妹也可以就着这些 这个交通有点的分享 阿们 我们队长停在这边 那第四个大点 后面这弟兄 这让弟兄 有一些负担的交通 那是不是弟兄姊妹也可以就着这些 好 阿们 感谢主 弟兄很着重的交通到 第四个小点 三一神在我们里面行动 这行动要成为我们的历史 所以我们到一地一地去 这乃是有份于神圣的历史 这个历史还不是我们与神分开的 这乃是神在我们里面的行动 这个也就是我们有份于他在升天里的行动 弟兄说 他要说 你让我在这位在升天里的基督 与你一同的做工 我们有我们的历史 让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历史 一面我们有我们自己要奔跑的路程 我们需要继续的奔跑路程 使我们能够在他的行动里面行动 这个行动就要成为我们与他神圣的历史 教终在交通道这个主作升天的大祭司照料我们的时候 河河河河提到这个照料甚至不只是指使我们个人 或者是一些的家庭 而他是作为大祭司照料他的照会 这个弟兄甚至提到许多时候 也许是在一个特会中 在一个训练里 即使那个说话 主就让给你照料他的重照会 非常宝贝今天基督乃是我们升天的大祭司 在这里为我们祷求 也在这里照料看顾他的众召会 我觉得这一篇 弟兄的负担是叫我们 真的是成如刚才开头的时候 弟兄所说我们需要看见 在主的恢复里看见就等于经历 你到底有没有经历呢 就跟这个叛见有关 坦白说我们这个追求 还不敢说你就叛见了 求主怜悯叫我们能够叛见 刚才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有特别提 他登上了宝座就是要完成两件事 一个是要管理整个宇宙 今天我们只要信 整个宇宙在基督的管理之下 不管你觉得是顺不顺 是怎么会是这样呢 都还是在他的管理底下 另外一面 他进天上的执事是要完成神 信约的经人 这一件事是 完全是他天上的执事 今天向着赵会 做万有的头 他是要来把它完成的 那在这个信息的最末了 就是说我们需要看见 我们是在主的升天里 所以他纲要就是说 基督仍然在他的升天里行动 但因为我们 这个借着导徒能听见这个事 他是在他的升天里生活 他今天还在他升天里生活 他在他升天里居住 而且他还注留 禁止 侍奉 做工 并行事 那如果 求主念名 如果我们 这个看清楚 他不光在天上 也在我们的灵里 我们的灵 就是 连于天上的宝座 如果我们操练 我们活在灵里 他就在我们灵里 那这位升天的基督 就在我们灵里 阿们 他 他这位被立为主 为基督的 这位的基督啊 就住在我们 就住在我们灵里 在宝座上 这位今天就在我们灵里 那 他要来完成他的经人 他在我们里面生活 居住 住留 禁职 侍奉 做工 行事 所以 他那个 当要写到后头啊 就很强调 三一神今天在我们里面 行动 行动要成为我们的律师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见这一个 我们时时活在灵里 来认识这位升天的基督 让他生活 住留 行动 在我们的大大小小的 这个生活中 那 所经过的 我们就成了 他就成了 我们的历史 这件事情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昨天 弟兄就有引用到 有人到欧洲去开展啊 等等 就是让神能够 经过我们 能够有行动 在主的恢复中 各地都有行动 求主怜悯啊 我们都能够 让他在他的升天里 来生活 那 大家有没有留意啊 最后一个小点 就是说 每当我们聚集到 他的名里 基督就与 所有他的 升天里的 肢体同在 这就是 神在人里的行动 所以不要 亲看招会 能有的聚会 能被招聚的聚会 都是在写历史啊 Amen 都是 神在人里的行动 我们的招会生活 或是神在人里的行动 我们接受 这个主的呼召 然后呢 随他往前 这也是 神圣的历史 愿我们能够 看见这一个 Amen 这个我也愿意加强 弟兄刚刚提到 关于这边的负担啊 我们实在需要看见 主一直在呼召我们 要在他升天的地位里面 来与他一同行动 那个弟兄末了 在61页 第三中点的 第四小点 讲到在这升天里 其实就是要 弟兄姊妹 我们借着 这篇信息的帮助 看见我们应该 赞助的地位 就是在他升天的地位里 与他示意 那就有下面所说到的 经历三一神 在我们里面的行动 那这个弟兄说到 我们都会有 我们个人的历史 那到底我们这个 个人的历史 是不是连于神的经纶 是不是连于神的定子 连于神在地上的行动 这个是弟兄姊妹 要看见的 所以他就说 这个 我们经历 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 活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我们与他一同行动 一同做工 那这个就要决定 我们这一生的历史 那这个历史啊 那到底 是不是连于神 有没有价值 那弟兄就特别提到 在主的恢复里面 已过 有一些已经离世的弟兄 弟兄特别他说 他想到这些离世的弟兄啊 心还是觉得伤痛 怀念他们 但是弟兄特别讲到一段鼓励的话 他说 赞美主 他们这些离世的弟兄 是已经得胜 行完他们的路程 而我们这活着的人啊 还要继续跑 主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 那弟兄鼓励我们说 不知道我们日后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 连于 在我们里面 行动的这一位神 好叫我们的一生有价值 在神的面前算得上数 这就是第四点 末了提到 神在我们里面的行动 要成为我们的历史 今天早上听弟兄们的交通啊 就发现啊 这个升天啊 不只是啊 要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来看 首先啊 在升天的地位啊 我想 我想第一大点啊 从神的角度来看 就让我们很清楚 神的经轮 他所要做的 他已过所做的 现在正在做的 以后要做的 其实他已经完成了 明白 所以啊 第一个大点啊 很清楚 这个鸟看 是来帮助我们这一帮人 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需要啊 能够抓住机会 与主来配合 那第二大点呢 是我们来看客观的一面啊 基督已经完成这个 升天的部分 他的所事 他的所做 他今天已经 这个有这个 这个职任 他已经被立为主 立为基督 那更进一步 第三大点 是主观的一面 明白 感谢主 他这个升天的超越 从最地底下 阴间到地 然后在空中 甚至啊 诸天之上 明白 那这样还不够啊 他第二终点啊 他说 经过诸天 而且啊 不仅在天上 更是高过诸天 甚至 远超过诸天 明白 所以弟兄姊妹啊 我们有一个感觉啊 我们坐在这里啊 已经是远超诸天 明白 那不止如此啊 他讲到这个客观 他已经完成了 他需要有一个凭借 他就需要有照会 所以基督啊 向着照会 他是万有的头 明白 我感觉我们坐在这里啊 他向着我们啊 就在做这个传书的工作啊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被他得着呢 你有没有越传 被他传书 你越在伸天里头呢 那末了啊 这个感觉 对我们是一个加强 主啊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 伸天的工作里头 我们今天啊 就是与他来配合 所以啊 弟兄在末了啊 这个结尾的话 他提的这个保罗 在提前一章十六节 保罗是一个 罪人中的罪魁 但是他却啊 做了信徒的榜样 因为啊 他人在地上 他人在啊 这个患难里头 但是啊 在他的经历里头 他一直是在生天里头 所以啊 当他这个啊 像这个 他是囚犯了 被压解啊 到这个罗马去的时候 感谢主 在他的身上 他是做王的生命 他是啊 在生天里头 所以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这里 领受主的话 我们从各地来 是不是啊 他这样的传书 已经苏工 住我们里头了 我们更是啊 需要回到各处 把这个 在生天里的基督 能够啊 不只是客观的看见 我们要主观的经历 我们也需要 与他来配合 把他的丰富 带回到各地 把众弟兄姊妹 一同带进 这个生天的基督里头 与他是一 让我们一同来经历 神在人里面的行动 Amen 这个 主在天上的执事呢 就是 这个神 这生计的救恩 所以 这个 在 弟兄在 这个开头的话 他讲说 主的 复活呢 不是停在这一边 是我的吗 不是 主的复活 不是停在那里 但是在基督 很多的基督徒呢 在认为了 主的复活呢 之后呢 升天是为他们 在天上预备一个住处 就是上天堂 但是对于神 生计的救恩呢 就是在主复活 升天 在他的天上 做大祭司 那个时候呢 他所赐下 向着我们 召会的 这个能力 这个复活的能力 升天的能力 乃是在 生气的救恩里面 感谢主 这个 在这个 保罗在 以佛所书 第一章呢 他向着 他为以佛所的信徒呢 有一个求 启示的祷告 这个求启示 祷告就是 让他们 能够 真认识 他 能够在 这个 求他能够有 智慧和启示的灵 让他们 真认识他 并且光照 他们的心眼 这个心眼呢 就是要看见 然后保罗在第三章 启示佛所第三章 就有一个 有一个求 经历的祷告 所以刚才弟兄讲说 我们看见了 我们就能够经历 那我们看见 今天主在天上 是这个执事呢 是与我们 生气的救恩 就是我们基督徒 要往前 也就是说 这个主在 列巴嫩来 呼召我们 要过的一个生活 在他里面 同着他 这个升天 还是在我们里面 感谢赞美主 这实际让我们经历 这位不仅是复活 还是升天 不仅有这个浩大能力 而且这个能力 向着我们 是一个传输的工作 感谢赞美主 他的工作没有停 但是我们与他是一 他与我们是一 所以我们今天早晨的这一场就停在这里 然后今天的饭食 不是 是第一 是不是 那我也稍微注意一下 好像这两天 我们有一些 其中准备新加入 如果你留下来 在这里用饭的话 是不是你们今天也可以配搭一下饭食 那明天是第一 是不是 明天回到第一 最后 那今天第二堂结束后面的分享 是第四 是不是这样 OK 好 那我们就结束在这里 然后吃完早饭之后是有点饭 好 我们在第二堂再稍微背一下 三互 重大 还是 相总的 是 是 他们 就是 我 是 � � 我们 是 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